Hello, 大家好, 又是 Hey Channel Rider 今天又和大家去试一下 12元可以买到的东西有多好玩 大家试试有没有找过摺纸呢? 这个就是我找到的一份摺纸 它和其他摺纸有什么不同呢? 一会摺了出来就知道 不过它吸引我之处 就是它摺了出来的东西 其实以往是一张纸就摺到一个文件 这个要几张纸去组合出来 那又看看今天试完之后 有多漂亮的东西和有多有趣 现在立刻试试 这个题材是船来的 船, 都几精美的 彩色的纸 摺出来这样, 一起摺一下 很多款, 有黑色, 有箱船 还有不同颜色, 像Google 颜色 它最贴心就是 有一张说明书 说明书 一定不怕摺错 这些船摺出来吸引的支柱 其实它说可以放在水上面 这些纸都不会用的 待会有机会测试一下 将船摺好之后 就放到水里 看看它会不会沉 还是用的 好, 我今天就选择了 试下摺摺一只气剪船 所以你会见到是橙色 这个就是气剪船 气剪的颜色 船身是黑色的 同时ienza略肯的 мн日调用 我在右边将将杨树摺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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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摺摺摻吸引面的根本 好,接 嘟,多辛苦才花了半小時 才能接到汽展船的下半身 接着船的上半身 很複雜 繼續吧 哇 成功啦 要合體啦 哇 搭訕了 我汽展船 佹好啦 摺好了,摺好了 大家看看,人上下 實在太不可思議了,一張摺怎麼可以做到這麼複雜 是不是玩?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摺紙來的 船已經為大家準備就緒 我們下水禮正式開始 好,在真正下水之前,我真的要和大家說一下 其實它最難的地方就是 將一張摺好的平面紙變成 即是摺起來就變成一個3D的物體 其實你真的連一步都不能坐 如果你一步坐,你要回到五步前 再摺過,再否釋一下自己坐在旁邊 都真是很困難 所以這架真是心機之作,你想一下 一包裏面,有六種船 即是摺了一種就用了一個小時 如果要摺好這麼多架 我猜可能要幾天的時間 因為真的很多時候會出錯 而且摺完之後真的有滿足感 好,下水了 好開心 我們先去玩一下水 好,剛才玩完水之後 你看看,底部真的沒什麼濕的 如果這架真是防水 讓你玩船 太偉大了 如果喜歡我這次和大家玩的摺紙遊戲 歡迎大家繼續去訂閱我的頻道 讓我可以和大家玩更多更多有趣的東西 各位晚安呀 好開心呀 XDD T X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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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XXD XXD